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台版十月份 未來是上級 這個系列的影片是給鑽石不夠我全都要的玩家參考用的 所以不會介紹用送的活動角色 然後還沒打過戰隊戰實戰的角色會等下個月 這陣打過戰隊戰實戰評價比較穩定一點再介紹 然後今天會用有上場機會這個方式來評價角色在戰隊戰的表現 有上場機會指的是有出現在四五階段完整刀的 物理或是魔法最高傷害的手動 自動 或是全自動隊伍力 標準比較寬鬆 好啦 該講的都講了 進入正題 台版露營酒鬼結束之後預計是作業幣跟作業服美東的復刻池 這次有專武 台版預計11月中時裝 先從作業幣開始 強速角色就會破防 作弊的特色就是破防量很強 235等作弊 1技破防量118 UB破防量531 相當驚人 作弊是目前物理破防量最多的角色 缺點是本身基本上沒什麼輸出 有專武之後還是很癢 然後1技是以眼前一名敵人為中心破防 UB則是以最遠的敵人為中心破防 如果對方目標很多 像是進行競技場跟推圖 那1技會破1技的 UB破UB的就不太好用 總之 作弊是個戰隊戰專用角色 其他場合比較難用 完整的道部份 作弊日版復刻後還有四隻王有上場機會 但自動集中在復刻後前兩個月 復刻後兩個月就沒什麼上場機會了 短時間補償刀部分作弊的表現很棒 上場次數還是非常多 畢竟配上泳裝咲戀跟吉塔 二洞就可以破600多物防 還是目前最多的 總之 戰隊戰玩家賺夠劍一抽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玩等有新手 有愛再抽 然後是作業服務美東 常駐角色 前衛坦克兼輸出 特色是很慢熱 只適合打長時間戰鬥 作業服務美東有專用之後 我只有看到一隻BOSS有人用這個角色 就是日服六月螃蟹 作業服務美東 打螃蟹在手動刀跟半自動刀都有蠻不錯的表現 問題是 作業服務美東除了這刀以外 我就沒看過有人用過了 再加上這刀要滿專才能用 練起來蠻花資源的 戰隊戰玩家賺夠 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玩等的新手 有愛再抽 作業服務美東結束之後是 隔壁棚來客串的班比將 常駐角色 作為魔法破防 輔助兼輸出 台版預計十月中時裝 班比將的特色是有分一般循環跟特殊循環 類似毛衣衛那樣 在一般循環時會造成傷害跟增加隊友魔攻 持續180秒 特殊循環則是會造成傷害 破防跟提升自身魔攻 日版登場四個月了 在各場合都沒什麼亮眼表現 從來沒看過四五階段最高傷害的隊伍有用 就是個只會賣萌的角色 蘿莉控想被咬的話必抽 其他玩家有愛再抽 班比將 結束之後是聖誕布丁 限定角色終會破防輔助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十月底實裝 聖誕布丁是個戰隊戰相的角色 數值已經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日版復刻之後我還沒看到四五階段最高傷害的完整刀 有人用他 只能等專武拯救了 對所有玩家都有愛再抽 布丁結束之後是泳裝靈 限定角色全會輔助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十一月初實裝 特色是一技會增加範圍100內友方角色的物攻 二技除了打人還會增加目標受到的暴擊傷害16% 是個會打人也會讓隊友打更痛的角色 然後是一個不太需要暖劑的角色 三階段有不錯的表現 至於四五階段嘛 目前打過的三騎戰隊戰 有上場機會的王 只有一隻 其他Boss有看到有人用 不過都不是最高傷害的隊伍 泳裝靈在物理隊中的表現算還不錯啦 有搶了六星狗拳一些工作 不過上場機會還是比白送的灰姑娘力馬少 泳裝靈競技場沒什麼用 推圖方面對於新手來說還不錯 主要是跟六星拱拳還有灰姑娘力馬比較起來 培養難度低很多 表現也差不多 總之 戰隊戰玩家鑽夠建議抽 競技場玩家有愛再抽 還沒滿等新手鑽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泳裝靈結束之後是泳裝病嬌 限定角色終於破防兼輸出 台版預計11月中時裝 泳裝病嬌是個比較偏向戰隊戰的角色 只是破防跟輸出的綜合能力撲撲 有專武之後還是很涼 四五階段完整刀 沒看到有人用 只有看到一刀 短時間補償刀有人用 對 所有玩家來說都有愛再抽 泳裝病嬌結束之後是新年伊莉亞跟新年雪菲復刻池 台版預計11月中時裝 這次沒專武 先說新年伊莉亞 限定角色終於魔法單體輸出 新年伊莉亞的特色是會自殘跟偷王的TP 本身TP回轉非常快 只是傷害量普普 而且UB是單次攻擊 會被大雙盾制裁 復刻後戰隊戰沒有什麼亮眼表現 數值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是一個等待專武拯救的角色 對所有玩家來說都有愛再抽 然後是新年雪菲 限定角色終於破防輔助兼放一輸出 特色是UB後會進入特殊循環 類似毛衣味那樣 在特殊循環時會施放強化過的1技跟2技 日版新年雪菲復刻後四五階段沒什麼上場機會 只有D階段有上場機會 不過台版跟日版有一點不同 日版雪菲復刻是打7月戰隊戰BOSS 而台版提早一個月是打日版6月戰隊戰BOSS 日版6月四王黑曜石龍 新年雪菲有出現在物理隊半自動最高傷害隊伍力 沒有意外的話 新年雪菲打完這隻以後 後續就比較沒什麼上場機會 要等專武了 戰隊戰玩家賺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有愛再抽 新年復刻池結束之後是很大的泳裝優衣 常駐角色終於輔助兼補師 台版預計11月中時裝 泳裝優衣1技會提升魔法角色的魔攻 魔法爆擊傷害持續180秒 是個適合打長時間戰鬥的角色 2技會補隊友TP跟自己血量 UB則是會加魔攻角色的魔攻 並賦予全體物理魔法無效盾 還有持續恢復血量的效果 另外 雖然泳裝優衣的技能跟EX技能看起來不太像坦克 但是因為她的站位太前面了 在戰隊戰通常都是在最前面的坦王 目前登場3個月 四五階段有兩隻王有上場機會 戰隊戰玩家賺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玩家可以對不起優衣 有愛再抽 泳裝優衣結束之後是泳裝珠希跟泳裝女僕復刻池 台版預計11月底實裝 先從泳裝女僕開始限定角色後會輔助兼補師 已經倉管很久了 對所有玩家都有愛再抽 然後是泳裝珠希限定角色前衛妨礙兼輸出 特色是會偷對面目標的TP 至於輸出方面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了 目前偏倉管沒什麼上場機會 對所有玩家來說都有愛再抽 結束之後是另一個泳裝復刻池 裡面是泳裝爆弓跟泳裝咲戀 台版預計11月底實裝 先說泳裝爆弓 限定角色後衛物理單體輸出 輸出能力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了 對所有玩家來說都有愛再抽 然後是泳裝咲戀中衛純輔助 特色是開場會施放整場唯一一次的一技 效果是中幅度恢復所有角色的TP 這個效果在推圖 活動 露娜塔 競技場 還有戰隊戰短時間戰鬥都是神一般的技能 可以讓整隊施放UB的時間點提早很多 是個非常實用的角色 沒有泳裝咲戀 公主連結會直接變成地獄模式 所有玩家都必抽 不抽就只能玩地獄模式了 泳裝咲戀結束之後是泳裝蘿莉月 首先是泳裝美美 限定角色中衛範圍輸出兼破防 台版預計11月初時裝 泳裝美美在範圍物理隊算是蠻不錯的角色 345階段跟短時間補償刀都有上場機會 日版8月9月的多目標王 泳裝美美都有在物理對傷害最高的隊伍中出現 只是比較尷尬的是 8月的多目標王 物理對傷害被法隊海放 物理隊我只有看到一個完整刀的組合 當你沒有對手時 你當然就是第一名啦 至於9月嘛 物理對傷害還是被法隊海放 物理對手動最高傷害隊伍跟法隊純自動傷害差不多 所以泳裝美美雖然有出現在大衛王最高傷害的手動物理隊裡 純自動也有不錯的表現 問題是在武王不需要出兩三刀的情況下 一般不會用到物理隊 泳裝美美有沒有影響不大 總之蘿莉控必抽 戰隊戰玩家阿鑽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有愛再抽 然後是今天最後一位角色泳裝旺 這次復刻有專武 限定角色中衛輔助兼輸出 台版預計12月中時裝 泳裝旺是個比較慢熱的角色 特色是第七動之後會頻繁的補隊有TP 適合打中長時間的戰鬥 專武提升了一技給的物攻量 還有多了加TP上升的效果 專武後的泳裝旺重新成為了戰隊戰重要角色 復刻後兩月有三隻王有上場機會 還不錯 戰隊戰玩家建議要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有愛再抽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